大家好,欢迎来到功夫纸 我是今天的主角柴教练 今天我们讲两个动作 一个是抡背棍 一个是扣脚转身 抡背棍 这两个动作 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之前有讲过双手抡背棍 单手或者双手的抡背棍 这边做的时候是过来单手换单手 然后背棍 背棍 背棍 这边看一下 OK 这块呢,如果说你要是身法比较好的话 也可以做得比较近一点 这样的话看上去的 更加的好看 注意一点 这个做的时候呢,手要灵活 转 转 转过来之后呢,背住 背在腹边 这个手呢,往上扣 往上扣 往上扣 背过来 然后呢 身体要倒转 大跳转 啊 准 背过来 身体要倒转 啊 表现整个这个动作呢 斜脚的顺 OK 那接下来讲下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,就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扣脚 转身 啊 转身 啊 背棍 OK 来看一遍 啊 做个示范 看一遍 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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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 这个动作呢,里面有个扣脚转身 所以说这个扣脚呢很关键 扣多少度呢 用它扣到前面 就在 要扣一个 转身 一个 差不多 呃 接近大约一百八十度 大约一百八十度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腰啊 这个腰的力呢 正好被憋住 所以说 啪 速度就会更坏 但是呢 武术呢 讲究一些就是方向啊 你不能说本来我要做劲块 转身 看啊,往后来 你不能扣过来 扣过 转身,扣到这下来 所以说 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你还要找到你的方向 呃,其实呢 呃,这里边呢 很多呢 都是之前呢 讲的一些基本的动作 大家只要结合这基本的动作 去练习就可以了 好,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一定要记住 加我私信 我会 呃,一一给大家做解答 下节课再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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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